福到你家 大家午安 欢迎收听每周六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钟 由天原文化赞助播出的节目 福到你家 我是笑愚 先来送上这首由太阳生的导师作词作曲的歌曲 《这次以后》 不听一诗 总不知一致 真就要珍惜 人生经常这样 时候才在底 总在这次以后 才积极 能不能 凡事多加把握 都能珍惜 生命经典故事 就在相信 学校霓虹里 都是好咖啡 成长轨迹里 学会拿起 抵达间 流的流下泪滴 这次以后 不再而行 好 这首歌曲是 这次以后 能不能不再而行呢 每次导师都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很多事情都是在这个决定 要或不要 没有人可以帮你决定 在节目里面 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 太阳生的导师的著作 《超级生命密码》 上周帮大家 导读到第八章 内容 从教堂 谈幸福 婚姻密法 那要跟大家来分享 导师要教大家 特别的心法 除了感谢与爱 我们的另外一半之外呢 只要调动宇宙间的力量 还能够帮助我们 更实质的巩固 我们和另外一半的 婚姻生活 所以呢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是导师教大家的 特别的心法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适者静坐在安静的地方 深呼吸三到七次 一直到自己的身体和心里 感受到一股清新舒服的感觉为止 双眼为闭 我们观想到 天气晴朗 蔚蓝的天空下 飘下许多鲜红美丽的玫瑰花瓣 非常悠哉安详的 从天空缓缓飘落到地面上 而且飘落下来以后 会自动排列成星形 这时候 你非常喜悦地 进入到星形的玫瑰花瓣里 当你进入之后 观想全身都会感到舒畅 欢喜 并且立即深呼吸三到七次 完成这个动作后 感受到自身 接收了玫瑰花瓣里的 巨大宇宙能量 感受到自己心中和宇宙的爱 两者合而为一 这时观想你去盛情地 邀请你的另外一半 一起进入这个精心编织的 玫瑰花瓣场地 与你一同接收宇宙的爱 当你的另一半 和你一起进入到这里时 你会看到他的满足 欢喜 满脸洋溢着幸福的样子 并且频频向你道谢 下时间 你和他两者 都不会再有任何的距离 食指相扣地 紧紧联系在一起 并且你和他都感受到 玫瑰花瓣喜悦地 为你们送出了 幸福的祝福 这时候 天空中飘下了 大量的红色玫瑰花瓣 进入到你们的 这个新型花瓣区域中 而且越飘越多 你们两个人 紧抱在一起的 这个原地里 全部都堆满了 玫瑰花瓣 两个人幸福洋溢地 沉醉在这个 玫瑰花瓣里 每一片玫瑰花瓣 在你们身旁 都散发出 无限宇宙的爱与能量 你和你的另一半 是那么舒服 那么安逸 正在接收 红色玫瑰花瓣的 大量宇宙能量 并且 你和你的另一半 沉醉在爱的感觉中 观赏着 这美好的圣景 一直到永远 永远 这样不断观想 并且祝福自己 一直到你可以感受到 你已经得到 无限满足的祝福 极度安详为止 在结束这个观想过程之前 记得再继续深呼吸 三到七次 然后眼睛 微微睁开 细细回忆 刚刚你在观想中的 那份幸福感觉 并把这份感觉 深藏在你的心里 然后告诉自己 你已经接收了 浩瀚宇宙的爱与祝福 所有的事情 都会有所好转 而且趋向幸福的 这个方法 只要大家静下心来 诚心笃定地认为 这个方法可以为你 带来真正的幸福 你必定在 勤于练习之后 自己会有 很强烈的感受 一切事情 都会在你 没有办法 用科学解释 和预测的情况下 趋向顺利 世事有所好转 当一切事情 都趋向 吉祥如意的时候 别忘了 要将这份好的成果 礼赞和爱的力量 散播出去 并且感谢宇宙 赐予这一切的帮助 随时化作 真正的行动 将这些好的方法 传递给 世间上更多的人 让我们的大环境 都能够因为 大家正向的发展 产生更多的 真面能量 进而帮助 整个世界 宇宙 达到更美好的境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邀你幸福 这是在节目当中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导读导师的著作 《超级生命密码》第八章的内容 已经结束完毕 下周呢 我们会继续帮大家导读第九章的内容 叫做《世上的事可大可小》 确实也是哦 端看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它 但是我们人的解释 常常来自于过去的经验 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想法 比较少有全然的乐观跟正向哦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 跳脱出这种负面的循环 帮助我们有智慧的 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让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呢 怎么样可以徜徉在 天对宇宙的爱当中呢 再下周我们帮大家导读 下一章的内容 好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会继续邀请到的是 超级生命密码的学员 来跟大家聊聊 他们在学习之后 他们人生的改变 跟他们的故事 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庄慧宏 慧宏姐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慧宏姐你好 主持人好 所有听众大家好 好 先请慧宏姐来跟大家分享 您是在什么样的 因缘际会底下 开始接触认识 跟学习超级生命密码呢 刚好是在我人生最谷底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拿了一本千年之约给我 我欢迎一下以后 发现里面都是在讲 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我就快点请我女儿 快点去买这本书回来 那早上跟她讲啦 我晚上就问她说 我的超级生命密码呢 妈妈 你今天早上才定 怎么可能现在到 所以我隔天拿到的时候 我一天就把它念完 哇 好快哦 所以在读完之后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或是 那个收获是什么 非常的有感觉 也很感动 快就是很开心的快睡不着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最困顿的时候 我身体健康最不OK的时候 最糟的情况是做轮椅 然后呢 每天是在追着三点半跑 真的很苦 那我们有看到一本杂志 有一个听说 都是那些名人啊 去问的一个什么 神的代言人 我们就去问 结果那个人看着我们一下 他说 哇 没看过这么可怜的人 很少就对了 然后还说我老公会生大病 我听说我这个人快晕倒了 然后我又问他说 我有没有帮姑孕啊 他说 你也没有 啊我说那我们怎么办 他说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没看过这么可怜的人 我真的忍住 然后整个人是滑倒 然后走出那个 那个 那个 类似算命馆 那出来的时候 刚好早餐店 我坐下来 我眼泪是 掉到不行 然后整个手脚是软的 嗯 可以想见呢 因为 这样子说 真的的确是 打击会非常的大 所以刚好在这个 刚刚说到最困顿的时候 拿到了这本千年之约 跟超级生命密码 的确是会非常开心哦 因为里面提供了解方 对不对 所以在 呃 进入超级生命密码 开始来做学习的时候 刚有说到您 呃 最糟糕的情况说 是在做轮椅 然后还要跑三点半 所以健康跟财务 在进入超级生命密码之后 发生哪一些故事 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哦 对 因为呢 这个中间呢 就先去参加 导师的一个课程 嗯 其实呢 去要参加那个课程 我们两个夫妻 要去的时候 这个 这笔钱 我们是没有的 嗯 那我老公是比我女儿先去 经验会先去几次 所以她懂得怎么去做心法 跟啊 用感恩设计剂 嗯 那 那个 初美妈妈要来拿这一笔钱的时候 那她就 她就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坐在椅子前面 她就 把感恩设计换着 然后做了一些心法以后 很尿的 就是有一个传单 因为我们是做花点嘛 嗯 传点都都都都都 一长串的那个订单就下来 最妙的是 后面是一个 她汇款的一个单据在上面 嗯 她说老板 我要订这些东西 然后我钱也汇进去你们的户口了 嗯 然后我老公刚好可以拿到这个 我们公司的印章 跟他那样 那马上去把那个钱赢出来 我老公当下 他真的愣住 那一笔钱 刚好是我们要去上课的款项 差不多刚刚好 哇 天哪 鸡皮哥大家都要起来 真的 很妙 从那刻起 我跟你讲 我们两个就是深信不疑了 然后接着我们真的很幸运 是刚好老师那时候还有个别咨询 嗯 那我们就去跟老师问 我说老师 我们这样怎么办啊 嗯 那个算命的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 都没有未来啦 我们怎么办 老师就 就很轻松啊 就笑一下就说 啊你相不相信 超级生命 我说我们相信才过来的 那我们谈了两个小时的话 我们非常的愉快 嗯 因为老师给我们的路 有一个路可以走了 嗯 然后老师就跟我讲说 嗯 你要做忏悔花园哦 啊我说老师 因为我做会手 我的会脚跑了 啊我做那个会脚 会手也跑了 嗯 然后我跟人家做宝 啊人家也不护 然后我的财产就 这样哥哥哥上益财产都没有 对那人恨得要死 我怎么跟他做忏悔 嗯 老师说啊 你怎么知道 你哪是欠人家 哇听到这个 我就不敢再回了 哦 然后他说 你即便是 咬牙切齿 你要做忏悔 你即便是心不甘 情不愿 你要做忏悔 做得到吗 我说好 我就回来开始做这个部分 嗯 真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心中那个几十年的石头 因为是亲人嘛 嗯 压在这边 然后呢 我的上益财产都没有 我以前谈到这个 我都会哭啊 会掉泪啊 会恨啊 对 可是那个当下呢 很妙 我坐着坐着 眼泪就掉下来 心就软下来咯 嗯 那当队友打电话 他比他那个情况 他欠人 他也是高高在上 他不可能打电话给我的 嗯 可是他打电话给我以后呢 那我们就这样聊着聊着 因为是自己的哥哥 嗯 聊着聊着的时候呢 好 心就开了 我也放下 他也放下 然后 我妈妈为了我这个事 他 他也是 都是在疗养院也一直 好像那一口气 也没办法走 这样子 嗯 那我们弄弄完以后 我就去跟我妈说 妈对不起我爱你 然后怎样 不到两个礼拜 他走了还好 嗯 我有做这件事 不然我这好怕 一辈子不要怎么过 嗯 所以非常感恩导致 真的非常感恩导致 好感动哦 真的 真的 我这样走过来 真的 我想大家听到 这个慧洪姐的分享 真的是 其实TN的过程当中 你也不觉得轻松啦 因为 哇 上益的财产呢 又是自己的哥哥 你知道这个亲情 再加上财务的部分哦 那我想这个当众 纠结是非常大的 再加上 哇 又有酸病的说 哇 没看过这么可怜的人 无可奈何 的这种情况底下 真的是会让人感觉 真的只有四个字 就叫做走投无路 没有任何路 可以走的感觉 可是呢 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 诶 这个财务的部分 或者说跟亲人的关系 就这样重新被修复了 我想如果这个放到一般的 呃 人跟人的互动当中 几乎是不太可能 看我们 可能有人就为了二三十万 就追杀别人 更别说是上亿的财产了 那我想 呃 对于母亲来说呢 呃 刚刚有提到说 您的妈妈在疗养院嘛 那我想对一个母亲来说 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 和好是多么 欣慰的一件事情 哦 好 所以这个是财务的部分 那刚刚有提到您的健康的部分 好 那健康部分 因为刚刚说最糟的情况是做轮椅 那后来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因为我的健康是全身是非常不OK 因为我曾经到国外去做生意 在那时候的时候 那在那里 在做生意的时候 刚好气喘 那气喘的差点走掉 整个人是花黑的 是最后是一口气 弄上来的时候 我在恢复 那时候回来 刚好登立军死掉 我是跟他症状是一样的 我多了一条命回来的时候 我就看得比较开 可是财务问题还是没有办法处理 我有气喘 我有三高 我心肌不整 我有十字温带 后半月软骨受伤 所以做轮椅 我全身都是病 可是在我们系统里面 因为我们这样修着修着 心情就变好 心情是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不对 就这样子弄着弄着 然后我们全家都进到超码 我们全家都是进到超码 然后我们每天会 那些超码的事情 或是我们每天听着自己之规 然后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言语有所 插乎的时候 那我们会彼此去纠正 那接下来就是 我就因为开了一家生机公司 那这个中间呢 我们去年老师办完的时候 我一年的业绩 就是最好的那个部分 就是三个月大概有上千万的业绩 那么我今年也一样最好的一个月的业绩 我做到一千两百多万 哇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一些财务困难上的解 就慢慢解慢慢解 然后呢 我们今年就全家营造嘛 同心协力 然后我们就把钱啊 然后怎么去应用啊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来买个房子好了 这样子 他说今年又买了房子 这样子 哇 财务困难上很大的祝福耶 那健康 所以健康就好了吗 健康我们现在都没问题 因为我现在也都鼓励自己 就是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起来运动啊 运动完我就做心法 然后早上的时间就把一些功课都做完 然后整个整天的心情就非常好 所以怎么说啊 超级生命密码 真的很棒很棒 嗯 真的 嗯 其实在这个 因为大家看不到 帮大家稍微描述一下 在惠宏姐的这个麦上面呢 有两张照片 那这两张照片 应该看得出来是这个前后的对照 是吗 对 对 是很不一样的 呃 原先比较早之前的那个照片呢 就是皮肤比较暗淡 比较沉 那 呃 这个后面的 另外一张现在这个照片呢 感觉这整个人比较 有元气 有精神 皮肤的状态也不一样了 是感觉是整个人是比较是发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哦 对 所以呃 我想慧宏姐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呢 前面的部分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听到就觉得哇 真的是非常感动哦 好 那我想最后惠宏姐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我希望啊 今天有元听到的这些听众朋友啊 记得我们超级生命密码是一个真实不需快速有效的一个修行系统 我希望大家如果听到一定要珍惜 因为呢 真的很多人呢 在这个红尘当中啊 一些宫庙啊 所以前传统的一些系统里面真的无解的一个人生啊 嗯 在我们超级生命密码 如果你好好的如法实修 然后沉得住气 每天的去做 每天的去做 有一天会被看到的 天地会有所祝福的 所以呢 我走过来了 希望需要的人你们也可以 好 所以我祝福大家 这是我今天简单的分享 感恩主持人 好所以在今天的阶段呢 也非常感动可以听到惠宏姐的分享 那么也再次感谢我们钟惠宏 惠宏姐带来精彩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好 感谢小雨 谢谢 那么在这边我们先来听一首由太阳顺的导师 做词做曲的歌曲 珍惜 再回到节目当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苦短 你我懂这道理 时时刻刻真的要珍惜 珍惜 能长颜与天地 珍惜 能在幸福的分秒里 我愿珍惜那天地在心里 品味着红尘幻花精彩细 珍惜 这暮暮的岁月迹 珍惜 此时此刻的天地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或者说东方人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 就是我们有很谦虚的文化 在美国或是比较西方的国家 经常会表达自己的自信 或者是表达自己的优势 那在东方文化当中呢 我们比较多是隐藏自己 尽量的让大家都看不到我最好 然后呢 用小我去完成大我 完成集体的利益 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特别的突出 特别的独立 大家就觉得他好奇怪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文化上面 蛮大的差异 但这个文化没有好或不好 只是说呢 当我们在这个过度谦虚的时候啊 有时候就会造成一些影响 那这个影响呢 有一个可能就是过度的谦虚而导致的自卑 我身边的确就有这个朋友 有朋友是这样子啊 明明他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 可是呢 他就常说啊 我其实觉得我没什么 我很多的成功都是靠运气 但是在旁人看来 他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所以呢 这个当我们说出来的话 跟实际上心理想的是不同的 到底会不会带来哪些的影响 那我们经常会在跟人碰面的时候 会说一些客套话 那这些客套话呢 可能就是我们会很习惯的用贬异自己 或是贬异自己身边的所有的人 去凸显对方的好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好的呢 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 也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顺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小语好 激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好 导师我们这个心口合一 为什么要心口合一呢 它有这个 这么样的重要吗 我讲个例子 你就会知道说有多重要 嗯 我们 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钞票 对 没错 对啊 但是有多少人说 啊 钱我很不在乎 我看得很淡 然后就觉得 哎呀 我因为我很操然 所以哎 那个东西 我看得很淡 但是啊 嗯 可能非常需要钱 那就这么样子的 一辈子过了 还是苦哈哈的 对 那要怪谁呢 可能要怪心口不合一 嗯 然后真的痛苦出来了 那就是心是谁人知 嗯 所以有的时候 哦 你说心口要不要合一呢 那 我想这种议题 我们听到会有人听到 应该每个人每个人的想法 嗯嗯 那也有人说 我现实的环性 我心口怎么合一呢 我合一的话 我就不用干了 哈哈哈 还有他的理由 嗯 没错 对不对 嗯 那这个东西呢 可能牵涉的层面很广 那综合了那么多人的情神经历 所产生的这个结果的 后面的一个真正的结论 那人呢还是心口合一 对自己带来的未来 或者是运气 或者是财富 应该是比较正面的 嗯 那心口不合一呢 往往弄到最后 都是输家 连自己的面相可能都输掉了 嗯 因为呢面有心照 好 有些人一看上去觉得 哎 很假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常表现出来都是心口不合一 那渐渐的这种磁场的塑造 已经让自己 哎 让他人看到自己是如此的 像 心口不合一 嗯 那这也是自己的一个损失 对不对 嗯 所以这里面影响 其实是蛮深蛮远的 嗯 不过刚刚确实像导师说的 呃 很多人会说 哎 我如果心口合一的话 我在职场上就跟老板对干了 就是 可能会 工作范围就不保了 我们先不要讲这个呃 呃 层面 我们先从这个家里面来说 呃 家里面应该是一个 比较相对容易可以解决的呃 呃 一个场域哦 我们说这个家庭当中 跟夫妻之间的关系 好 老婆最喜欢问先生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好看吗 这件衣服漂亮吗 哈哈哈 很多先生说 如果我这个时候心口合一 我就完蛋了 哈哈哈 好 所以这个像这种 这么小的这种芝麻绿豆大的问题 那这样子先生们要怎么回答呢 或是反过来老婆们要怎么回答呢 这里可能要牵扯到表达 说话了 哦 你说心口合不合一 跟你说讲话是一门艺术 这里面倒是蛮 蛮有趣的 应该要想想这里面的关联性 嗯哼 你比如说刚刚小雨 提到老婆问老公 我今天这样穿漂亮吗 嗯 嗯 如果不会说话的人 就跟老婆说 哎 穿这样子真是让我丢脸 哈哈哈 老婆听了绝对不舒服 对不对 那你说 这个家里面天天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很难 大家都是赢家了 对 那先生如果说 那我要心口合一啊 嗯 那我又不知道怎么说 那我要怎么表达呢 嗯 那可能里面 哦 是不是有一些讲话的艺术啊 说 哎老婆 可能 在一个什么样的方面 我们 哦 可以 再去 看看啊 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们 呃 听够啊 哦 哦 可以有自信啊 你可能穿这样 会更漂亮啊 对不对 哦 一讲 那他一听 好像也不是在指责他 嗯 也不是说他不好 衣服不够用而已 对不对 哦 对 所以听起来啊 这个就有差别了 嗯 那这边讲的啊 就是说心口不合一 导致后面的一些后遗症呢 是 可能在 呃 事实上的运转中 嗯 他就不能这么做 但他却这么做 好 而让 对方 啊 或者是 怎么样的一个损失 那也许 就让 自己 和这个 对方之间呢 产生一个 你说是心理 的疙瘩 或者是 失职的损失 嗯 呃 怎么样的遗憾 哦 那都有可能 那 在我们心中可能就 有着怎么样的一个记忆点 或者是 对方 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对应 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嗯 那久而久之呢 那 都在这样的一个能量场里呢 那 前面可能讲了两次三次 这心口不合一呢 嗯 可能自己还没有 太大的意识到 这里面对我们带来损失 嗯 诶 渐渐的渐渐的 好像习以为常了 有没有 嗯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 反应呢 竟然是依据 这个心口不合一 假象里面的答案 嗯 在进行 嗯 诶 有时候会发现 我怎么会当初 是这样子的决定 想来想去 对啊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那我怎么会这样决定呢 对 真假 真假 有的时候 假的变真了 嗯 真的变假了 嗯 嗯 不好的事情变真实了 嗯 那本来应该是好事的 因为心口不合一呢 变坏事 那这种例子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应该也是 哦 在刚开始之前呢 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嗯 但是像滚雪球一样 滚着滚着滚着 然后自己可能就受害了 嗯 但是 人往往都是指责别人的多 哦 对 那 我举个例子 今天 也许想换个工作 对不对 嗯 去一个新的公司 啊 这个面谈 老板一看到你就知道 你是一个心口不合一的人 他就不用你 嗯 那你老是觉得 哎呀 为什么我这么样的 有才啊 或者是有学历啊 为什么我老是去找工都没有找到 是不是 信息就 下降了 嗯 嗯 那这里面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呢 不知道 那有没有这种隐忧呢 有 嗯 那问题的源头出来哪里呢 出在心口不合一 导致一切已成一个 可能的局 所以在他的际遇上 可能就带来某种的损失 那这些损失 对当事者来讲 他意识或没意识到 都是损失 嗯 那你说 他的心口不合一 到底是为他自己赚到了呢 还是 好 有很大的一段 不应该怎么这么样的进行 而导致后面带来的痛苦 嗯 那这些来讲的话 应该是 在各种层面上 我们来做一个综合性的剖析 才知道 既然 心口不合一 为我们带来的影响 是如此的深 嗯 所以我们不得不小心 嗯 真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心口不合一呢 刚说 老板可能看到个心口不合一的人 就不用了 可是我觉得人很奇妙的是 我们常常有很大的盲点 看不见自己心口不合一 展现出来的行为 或是带给人的感受是什么 呃 在这个心口不合一当中呢 也特别讲到就是说 我们说 呃 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就是中华文化 常常都很谦虚的说 啊 我自己没什么 我没什么 我没什么 我就是运气而已 啊 我其实很懒惰啊 其实我都没有念书 但是 其实这个 这样的人呢 其实这样的人蛮多的耶 而且 那笑语 对 笑语刚刚要举到这个例子啊 嗯 那如果一个人他就去 找新的工作面谈 老板问他说 你应该是很优秀吧 之前有这么好的经历 啊没有没有 我这都是 这个 运气运气 运气 运气运气 那你说是不是就有可能 老板听了就觉得 哎呦 怎么会自己这样讲自己 嗯 运气可能 本来好好的就被自己搞坏了 对不对 哦 真的 这就是损失咯 嗯 真的 而且还有 会也会对自信心造成一些损失吧 有的时候就是 在 可能心口不合一 本来是一点点 嗯 但不知道后面 竟然给自己带来这么巨大的损失 或者是担忧 或者是怎么样的意外 哦 原先认为自己 明明可以上这样一个好的工作 不然是自己的学历啊 经历啊 那 这个习惯嘛 嗯 心口不合一 你说 自己的努力 因为太谦虚了 不合一 所以就说 哎呀都是瞎忙 瞎碰的 对 嗯 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嗯 嗯 或者是心里在想什么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们常都会依据 呃 别人的期待 或者是 一些文化的影响 来做直觉式的反应 像刚刚老师说 没有经过大脑就直接脱扣而出了 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哦 后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哦 那呃 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当中呢 我们也就谈的就是说 在这个系统里面有很多人的生命改变 其中一个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把人生的逻辑给搞清楚了 那么在这我们先稍作休息了 待下段回来之后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到底是心影响了口呢 还是口影响了心呢 我们过去常会说的啊 祝你心想事成 这个心想事成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在呃 这里先稍作休息 如果大家对于超级生命密码 有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呢 也欢迎大家哦 可以先把这个电话记下来 台北电话0255995439 台北电话0255995439 在这里我们先来稍作休息 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由太阳春的老师作词作曲的歌曲 继遇再回到节目当中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青春春种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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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籍的种种种类整都没有还是很自然的。 直到巧遇太阳成就着 默默已在评委寄予人生 感恩这种难的重生 曾经的藏楼都已想起成真 今生与太阳的因缘是 人生呢 相信就成真 光明里无可提就会认真 人生呢 相遇是缘分 好坏皆能借太阳 双一阵 人生千万回 生活生 几云与风 再养着 幸福圆满 再富永生 比我们每一周 每一周 都成真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不足人生千百问 欢迎回来 振生台北条平台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辅导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烦恼 或者是议题 那么在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这个心口合一这件事情 我们说呢 如果心口不合一 在前一段当中我们已经提到了 它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 很多无形跟有形的一些影响 这个所谓的无形呢 就是说包括自我的信心 还有我们的运势 运气 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有形呢 可能就包括 像是我们跟人际关系上面 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圆满 或是我们在工作当中 可能就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心口要合一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 到底是心影响了口 还是口影响了心呢 我们如果要想要改变 要从心来着手 还是先从口来着手呢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 我们也再次同样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笑语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好 导师 所以这个到底是心影响口 还是口影响了心呢 笑语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是寄生蛋诞生机吧 哈哈哈哈 那到底是寄生蛋诞生机呢 那这边我就要讲好 好像听起来很难分辨 到底是心影响口 还是口影响心 那我要特别讲 我们讲身心灵 就是一个人 他完整的发展 应该是身心灵三者的聚合 那如果是三者 他不聚合呢 就有可能产生 心口不合一 因为他没有在同一个页面上 同时在成长中 在相聚合在一起 那我经常在讲啊 身心灵里面 心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心所下去的定义 看法 各方面的对应决定 它会影响到其他相对应的 在身心灵里面的这些部分呢 就会产生所谓的结果出来 所以你说是心影响口 还是口影响心 归根究底来看 是心影响口 那些人就会说啊 哎呀我是直藏者啊 我没办法藏不住 所以劈啪地讲出来 对 那讲出来了 又发现自己讲错了 因为心不是怎么想 所以他就觉得是口影响心 其实不然 因为你口会这么说 是你的心曾经已经认定了 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反射动作是这样子 可能的这个伪装啊 或者是保护自己啊 他已经定好在那院 为了伪装 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你要这样做 那口呢 它只是一个执行单位 那随着这个等于设定好的这样一个前提 所以遇到问题 它碰一下就出来了 嗯 他觉得这样子是一个保护啊 或者是一个预防 可能心口合一这样出来太真了 等一下就可能产生问题了 对 而这个设定设错了 就失之好理 差之千里 嗯 后面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各个层面 身心灵都会被影响到 所以要非常非常小心 嗯 真的 但是呃 刚刚说这个心非常重要嘛 我们先就先以这个金钱来说好了 我觉得刚刚导师的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 也非常能够直接的了解 就是很多人说 哎 我们我把金钱视为奋土 哦 果然他的生活当中就 呃 金钱运就很差 好 可能这个生活都会有点拮据 或是手头很紧的感觉哦 可能就是这个 他真的是打从心里 就觉得我就是视金钱为奋土 但是没有想到为自己的现实生活带来蛮大的影响 像这样子的这种心理的定毛 哦 要怎么样去改变 就是如果说有一天他希望说 哎 他至少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他可以手头不要这么紧 那导师会建议像这样的朋友 怎么样去改变哦 他们的这种情况呢 我举个例子哦 嗯 就像有些人 他看到 他的朋友也好 或者社会上哦 呃 可能一吃吃的就是鱼翅啊 燕窝的 嗯 那 这个人呢 他看着心中不是滋味 那跟别的朋友在聊的时候 他他可能就自己冷嘲热讽自己了 就说哎呀 我命苦啦 哎呀 你们那种啊 我是这辈子都不可能遇到了 嗯 什么什么就数落自己 对 用另外一种发泄方式 哦 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呢 他的真实人生呢 就一直将命苦下去 哦 哦 对 那你说他难道不想吃鱼翅 不想吃什么吗 嗯 那好像又不是 嗯 对不对 对 那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以为这样讲很帅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好像 对不对 很灑脱 但是他为我们带来后面的后遗症 自己要先弄清楚 再来说 嗯 还不迟 嗯 不要这辈子就是被这样子的啊 一种反射的动作害死了一辈子 哦 的自己 对 那我想这个就是自己的损失 所以刚刚笑语说要怎么样哦 哦他才能够心口合一呢 嗯哼 要先去了解心口不合一 会为我们带来多大的灾难 解完以后 知道这其实那么可怕 哦 那千万不能这么干 哦 没错 自己的这个认知设定 再赶快做一个调整 那有可能 翻回一层 嗯 或者就在这里面的恶性循环里 永无出奇 对 别人都已经真的 飞黄腾达了 自己可能还是哭哈哈 还在每天的冷嘲热讽的自己 啊 感叹 啊 或者是哭泣 或者是觉得 命运的捉弄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直的问题 但是今天在节目里面有特别要说 这样子的 不正确的一个设定啊 它等于是害人害己 嗯 没错 比如说你在家里面 你就是这样的性 你要说这是我的性格啊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他可能只是原先的 从小的一个设定 嗯 可能都是往悲观方面讲 对 他心中很渴望着光明 对不对 但是因为讲着讲着 这个被锁得越来越紧 嗯 往负面的发展越来越 可能性越大 所以他可能讲到最后 自己也傻了 可能真的认为自己就是个苦命的人 嗯 所以就越来越来觉得 啊 好像没有天日啊 嗯 也觉得啊 那些都是有钱人的 啊 他们要享受的日子 对 他们他们都没关系 嗯 所以就 这个生活的劲啊 就越来越走到死胡同 哦 所以要非常小心 真的 当你认知 要小心才能够给自己搬回一层的时候 全然的看清楚了 然后也知道了 那你要 请这样子的 啊 了悟者啊 嗯 来做一样什么样的改变呢 才会比较可能达到 嗯 如果他没有完全的了悟 啊 你跟他讲 这样不好哦 对 或什么什么哦 他就跟你讲 哎呀 你不要这样说啦 我这辈子又什么什么 一大堆就出来了 嗯 那都是不好的 对 那这些东西 哦 光是就这个例子啦 他就会为人带来灾难了 那何况还有那么多主 在心口不合一上面 多多少少都是让我们扣分 但在当时 你可能有无数的理由 说哎呀我不得不啊 什么什么什么啊 嗯 但是后面给自己带来的都是 他自己所预期的 是反方向的在走 嗯 真的 刚刚老师在说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 过去 呃的女性的长辈 对呢很喜欢说 啊我就是拍名 我就是劳碌命啦 好女性呢就是油麻菜子命啦 哦所以 呃整个的那个世代 哦当然社会价值观可能有一些影响啦 那但是自己一直不断反复这样说 当特别是说哦我是劳碌命 你就发现这个人真的不管他 即使已经进入到可以营养天年的时间了 他还是一样劳碌个不停 还是劳碌 对 对 真的就是印证了他所说的话耶 是 所以话不能乱说 这个思维呢也不能乱想 哦 你真的是心口不一的时候 有的时候 是真的是在害自己 但是还有很多的理论说你看我讲的没错吧 对 什么什么什么 哦 对不是 没错 非常非常小心 真的 所以刚刚导师也说就是一个设定哦 就是你的设定初始是什么样子 人生可能就按照你的设定在发展 所以我们说呢在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当中 有很多人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是不是这个最初的设定他们也 呃有一些的调整 所以导致后面有一些改变呢 其实这个是一定是这样子哦 那不管你在世间用什么样的例子来启发自己 对 其实都是这样 嗯 你说你开车 难道你不设定你要去哪里 然后你就会到吗 不可能 嗯 对 那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 就算你做一个劳作好了 嗯哼 你没有一个设定 他怎么会有一个成品呢 对 对 那我们要过好日子 或者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盘算 我们不设定 那我们怎么会说出这样那样子的话 然后知道要朝这方面一步一步的 越来越前进的接近我们的目标 嗯 那如果一步都不愿意走 而且是反方向的在做 那你说是不是给自己开个大玩笑 嗯 那这玩笑开大了 这辈子是因这个玩笑而不达彼岸了 那下辈子再来的话可能彼岸的距离更远了 嗯 那会不会因为我们的一些观念设定的不对 不光是害到我们这一世啊 搞不好是生生死死 嗯 如果还真的有灵魂不灭之说 这些的议题啊 都变成我们灵魂里面的一个记忆 嗯 然后这种习惯的一直在做 一直在 好像乐此不彼的循环着 那是不是让我们真的是 表无出奇 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去想清楚 弄明白 嗯 如果有问题 应该赶快的矫正 而不能够让自己好像 还有很多理由 support自己心口不易的这种事实 嗯 真的 好 所以呢 我想这件事情呢 这个议题呢 在今天特别提出来讨论 也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 如果有听到的话呢 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 不管从几岁开始有意识到了 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改变自己 不管是从心的设定 刚刚说心非常重要 从这个心的设定呢 我们就可以去改变我们的口 我们的口就可以跟心做一个合一 做一个相呼应 所以到底是心还是影响口呢 还是口影响心呢 刚刚导师也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了 就是心的影响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想要来改变我们这个人生的设定 或者是用一个更正向的方式 我们去学习的话 其实当然会是更好的 那在全世界呢 有成千上万的这个学员呢 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师 不分种族 不分语言 都透过在这个系统当中的学习 他们人生当中真的得到改变 而且当中不乏有企业家 你要想这个企业家赚了很多钱 或者说他们的生意很成功 或者是说他们在这个议题当中呢 他们透过超级生命密码 在人生的其他的层面得到改变 其实呢 我们当然也就可以跟他们一样 可以得到改变 别人做得到 我们当然也可以 当然前提是 我们要对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有一定的认识跟了解 还有学习这个改变呢 才会来因应而生 好 所以在今天呢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心口合一的重要性 最后导师 是不是也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在认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的提醒 或是给他们的一些建议呢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呢 可能有很多时候 是忘记了 还是大意了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磨灭了一些 我们必须要去正确的做 而还实时未做的一些事实 而这些事实呢 它会影响到我们后来 生活 寄遇的吉凶祸福 那么超级生命密码呢 它是一本生命的工具书 它实时来提醒我们 应该如何在生命中的每一天 都能够做到位 而且呢 没有遗憾 没有悔恨的勇往直前 来帮助我们 不管是在运势上 还是际遇上 还是各种课题上 都是在一种得势的情况下 欢喜的 快乐的 圆满的 幸福的成就着 那如果真的如此 那就是社会之福 因为每个人都能够有好的结果 那大家能够有好的结果呢 这社会才会安定 才会和别人 才会土 才不会有那么多负面的 比如说 嫉妒别人啊 或者是 怎么样的一个 咒骂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不好的方向去做可能性的事实的发生 那好的事情越多 对着这个人呢 能够越来越称职的在生活的每一天 演好自己的角色 那这个幸福的社会就产生了 那如果一个国家是这么样的幸福 那国家和国家之间大家都幸福 就会产生我们前面所讲的共振 那这种共振出来 一加一会大于二的事 一加一会大于二的这个事实呢 它会让我们看到 这一切在我们的身边呢 不但自己好 而且一切是这么的美好 如果真的可以如此 然后大家又可以有一个方向 今生不留白的 好好的去落实 那真的就是我们的福气 也是今天全世界 大家都期待 世界大同啊 能够早日实现 那我当然在这边呢 我也希望借由今天的主题 那么能够超级生命密码 可不可以让我们改变 能够在星空合一上 更大的突破 并而让世界 更加的亮丽光彩 而且心安领格 是这样子 是好我想呢 很重要大家把这段话 听进去 那如果呢 大家想要了解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呢 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台北专线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或者是呢 也可以来 看这本超级生命密码 在全台湾呢 也有各地不同时间 也会举办一起来导读导师的著作 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籍的圆满人生精英会 那因为各地的时间 还有举办的地点也都不同 所以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直接用电话来做咨询哦 或者是上网来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就可以看到官方网站 以及粉丝专页 另外呢 在手机当中 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来下载 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 只要搜寻这几个字 就能看到这个APP 在这个APP当中 有很多导师的访谈 或者是导师创作的歌曲 也都会在上面 而且呢 都是免费的哦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如果大家想要再进一步了解 也当然大家 可以直接拨打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好 那么今天呢 来跟大家聊聊 这个心口合一的重要性 也再次感谢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笑语 谢谢大家 那么最后也来送上 由太阳生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美丽天堂 再次祝福大家 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六中午 十一点到十二点钟 福到你家节目再会了 拜拜 美丽的天堂 世界努力在一起